台记算是哪一个语诗呢? 标准上是学术界说了算嘛 咱之前在介绍七大方言的时候 咱就有见识过啊 这学术界的分类 那真的有担保在恐龙耶 如果要拿这个来做历史的回溯 那就会造成误导啊 整个华夏文化的语言群 不管是为文化成因 还是地理环境来看 要把龙筒框架在汉藏这个顶棚下 就注定是一个诗真的标签啊 那要讲到学术界对语言分类的不客观 马上想到两大苦主啊 韩国跟日本 韩语被归类到韩语系 这意思就是你无法分类 那日语呢 它被归类到日本琉球语系 这意思也差不多啦 日文真的比较复杂耶 文化的差异基本上 是可以用南北纬度来做区隔 你看日本长这样啊 日语的组成结构 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嘛 所以日语曾经一度 被归类到北方的阿尔泰语啊 而日本的最南方 琉球群岛 在这个位置 在号称是南岛语系的原乡 发源处的台湾隔壁 那你觉得琉球语系 跟南岛语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那有可能没关系啊 学术界的任性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 他硬说你们有关系就是有关系 反之亦然 也不过苏实是全世界 也只有日本这个国家 从北纬20度半到45度半这么长的国土 才能有机会去了解 何以阿尔泰语跟南岛语 会去同时影响一个语言呢 但是这个研究目前看起来 也是日本的语言学家在自力救济啊 因为叫学术界这么僵硬的标准 日语跟韩语 你们就做这个试就好了 我是深深的有一个成见 我认为学术界到目前为止 还是充满着西方霸权呢 我就举个例子 当初红山文化刚出土域 那个年代超过5000年啊 但是西方学者认定他只有3000年不到 理由是他的功法太精致了 不可能年代那么久 那后来是同样形制的一块域 跟着尸体一起出土了 有机物就可以做碳十四嘛 对 可能是5000多年哦 那个两组的水坝也是这样测出来的 在这水坝里面有这块草果泥的东西啊 它会增加结构的韧性啊 就因为有这个草才可以做碳十四啊 确定是5000多年前的 我们回来说日语 所以日语它的渊源跟结构说法众多 我说印度来的啦 我说汉藏语系的啦 更有一种说法是把南岛语 动态语跟日语合成一门语言 而事实上这也接近事实啊 某学者认为日本、台湾、菲律宾 曾经存在一种具有音乐性自由声调的共同族语啊 事实上日本古语跟南岛古语 两边的原辅音有非常高度的对应哦 这也就是古日本语哦 古潮鲜化也是哦 我这只是列出很少的一部分耶 非常多耶 你们怎么知道台记的心色是哪里来的 心色这个书是很古早的哦 这是说台记在讲过心色的意思已经走起了 就跟那趟斯到一部分就变成是衣柜啊 台记是叫汉纸一个念造心色 那一部分呢 上古的日语跟现在的日语念起来不一样啊 想找心色这个古语可以追溯到南岛古语耶 所以我们才有学者认为 在这远古时代台湾 琉球跟南岛语族 曾经存在一个共同的南洋族语啊 南岛语族不但渊源很早 在这儿团了有够风的 我们现在更新一下进度啊 我们最近有介绍过所谓的台湾缘乡论 台湾只是一个散播的定点啊 人种的来源是来自大陆东南方啊 人不是为台湾这个岛上捕出来啊 加苏你的资讯只收到一半 你要去怪那个为了操纵民族情绪 给你骗的那个人啊 那水位头下捕出来 这字就是这字啊 喊字是表音表意的文字啊 这是说这的注音符号 可能在某些人看来会有心理障碍啊 也不过你只能想办法接受啊 那我们顺利说哦 本索是这两字啊 那中文的垃圾是我们台记的垃圾啊 台记在说本索就是本索本身啊 跟动作没有关系啊 收水 台记说本 都一字的 对 不好意思不要骂我 真字是这字啊 是说这样就有一点不礼貌啊 所以古早时的人又多创了一个字 就是这字啊 我们就舍这字就好了啊 说到这里 我们就要来说明这件事啊 什么是本索 什么是笨 古早时的人的定义 跟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的呢 笨是厨余 是处理食物剩下 但还可以再利用的东西 那笨索是完全不能再利用 只能丢掉的东西啊 这就包含脏东西跟已经败坏不能再吃的食物啊 古早时的人在看待资源 跟现代人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回来说南岛语族 到目前为止 那用DNA来检验 能找到最早的南岛语族的组员在那 是在在福建的旗河洞人啊 以这个采样个案来看 是8400年前啊 那是公界的旗河洞遗址 那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啊 当然这个旗河洞人的DNA 跟中国南方的歹族 也就是古月 也可以叫它百月 绝对有亲属关系啊 但是这个旗河洞人的DNA 跟台湾的泰雅族跟阿美族 甚至还要更接近哦 所以这个数学就完全无可反驳啊 南岛语族跟古月族不是相像而已啊 在那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跨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 根本就是同一群人啊 要我们再延续来看 学者理出这样的交流路径啊 当然这是用DNA这个单一条件 且设定在中国视角 底下时间点是定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所理出来的结论啊 因为叫非洲人类起源论来看 古老亚洲人的这个箭头 应该是指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的回流 而若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南岛语族 有些合理的路径 并没有在这个图表上出现 而这个研究还带出一个很有价值的讯息 底下新石器时代的早期 南北族群的交流是沿着海的 伏西天皇往北迁移 他也是怕这条山啊 就是齐国东夷人这边啊 我之前介绍的葱油饼啊 他同时就是入了敏菜跟卤菜的美食啊 古岳族跟南岛族都喜欢靠海啊 参加这位高修 他也主张南岛语族最北至少到江淮啊 现在来看啊 也可能有这件事啊嘛 这样你了解南岛语的元素是怎么跑到朝鲜 乃至日本了吧 这两边的途径都有可能啊 韩国跟日本本来就在一个文化动线上啊 所以某学者认为 韩语跟日语应该合并为同一个语系啊 语言是一个很容易受交流影响的东西 也不过有一些根本的元素是你拿核子弹炸它也不会消失的耶 咱最近有介绍过上古的吴语 它的第一人称是欧南 那也没看过的人可以了解一下 上古的吴语是很接近古粤语的语言 这个欧南就是咱现在台语在讲的欧 至于近代吴语的浓 也是咱台语的欧 到现在马来文的人 要够喝醉欧南啊 所以这是几千年来残留的南岛元素嘛 那么接近汉化中心 而且被唐宋英搞得天翻地覆的吴语 尚且都还保留了古粤语的核心词汇 那就更何况是台语呢 咱现在来聊一下台语的前身 敏粤语是怎么被汉化的 像你们很多人都知道 有很多韩语的单词 念起来都跟台语很像的嘛 网络也有很多人都在处理的东西在讲啊 咱现在来参考看看 台语的感谢 韩语说感叉 小酒 韩语说所自 时间 人能说时间 韩国人 能说韩国人 台语自己看 韩语说空 这个发音之雷同不言可遇啊 这是怎么发生的咧 因为台语和韩语是同时被汉化的 而且给我们汉化的老师都是汉武帝啊 台语和韩语都吸收大量的汉语词汇 那个数量之大 加上你故给亲 你都忘了那个本来不是你自己的语言啊 这是说韩语过去一直都有汉字嘛 所以他们相对是比较清醒的 也多少知道自己的语言是经过汉化的 韩语的汉词可能没有台语多 但其实也不算少 而且以发音的精准度来说 韩语跟台语谁比较接近古汉音呢 应该是说虽有差 但也不原意啊 所以念起来这么小详啊 当然以研究古汉音的专业来看 比较出更接近的古音是一种学术成就 但你得了解自己的根在哪里 才能够了解自己的语言定位啊 你看韩语 还有你说韩国人 他跟学家人 同样是这样的汉音啊 但当台语是粘南岛语的狼啊 有些母语的关键词 扎根扎得太深 你是拔不掉的啊 台语主本就是汉语 即使被大量的汉语词汇层层叠叠叠叠得满满的 总有一些词汇是盖不掉的 有很多台语都跟汉语没关系啊 到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地牙这个牙 根本就不是汉语嘛 会去对他们留这个字 那只不过是体制来到的啊 目前学术界对于台语的牙这个字的很凶 他们的解释是说 去跟南岛民族救赎来迎啊 参照牙这种核心词汇 在说是去跟着来迎 不如说是原本的母语残留啊 台语是明月语汉话的结果 神机公上古的汉语也受到古粤语很深的影响 那这是当然的啊 整个华夏民族的血脉都是古粤人带出来的啊 但是这是你在的百度百科就可以简单查到的基本常识 我之前说一句台语的自己是南岛语 就引来一大堆人的崩溃 要死北话要叫我断手断脚死没人口啊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 何止是自己啊 何止是肉跟人啊 台语的南岛语多的咧 咱尽尽都分享过一个语言学的知识 不管从其他语言吸收过来多少开放性词汇 含概率哪怕高达80% 很多基础文法跟语言的根骨架构是很难改变 或甚至无法改变 所以台语的根管咧咧咧 全部都是汉语啊 所以你也没可能去找到汉语啊 连代这个第一人称的反生代名词 咳尽也不是汉语啊 咱尽尽都有介绍过啊 这位学者就采集到南岛古语 一模一样的发音咳尽啊 台语的发音是很安定的 咳尽就是咳尽 祖尽就是祖尽 如果真的有咳尽这个名词 也没可能去跟咧作短促音咳尽啊 咧第一人称都找不到汉字的语言 绝对不会是汉语啊 而第一人称这么重要的关键主词 也绝对没可能是参加台语 没有爱咧咧咧的名语 这种原因啊 这真的是欧白乱闹的 咧台语有一个公法是说 台湾是你咧的故乡啊 有没有 这才是真台语啊 如果这样欧白乱闹 这句话不然比作是理 Eyes 拜托的 还反省大き大家都 от 台语的理和咧是不一样的立证啊 所以 prostate就能不放 dispersed 成一个騙语啊 台语就在说你咧咧啊 咧咧咧不过其中的 也不可能包含你啊 对任何语言 第一人称都不可能出现这种逻辑障碍 我顺利介绍一下 这个字代价不是念你 代价是念路 这个字在澎湖还有很多人念 它跟念路的路不是同音 古早时也同字 我当一集在介绍春生的时候 引用莫子的一段话 莫子就写女啊 代价在说的你就是这个字嘛 可是你若是要发丝骨之幽情 这样古字应该是这个字啊 古早时是念念啊 春意欢念的念啊 你这个字是为你变化过来 空气质底是收另外一个字 没有在使用的 这个字是念路哦 这不是江泉地方音耶 这是彻头彻尾不同字哦 家宋你平常时是说你 你就写这字啊 家宋你是说路 你就写这字啊 不同字耶 在我这小孩做小孩的时候哦 有听我老师在课堂讲笑 有一则新闻很好笑啊 有个土财主去买到一个文物 很美 还有绣花 他就当成丝巾领带 缠在脖子上啊 当初卖他这个东西的人 也不知道是怎么骗他的 这技术是古早时 男人在买的卫生棉啊 古字古文 古历史和古文物 虽然说大部分的人 并没有这方面的钻研 但是懂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啊 被洗脑太久 要接受一个很冲突的事实 本来就需要一点心理建设 当事实摆在眼前 不要为了抗拒而抗拒 为了乱掰而乱掰 当你都走投无路掰出 这种东西的时候 那不就更加证明 大技啊 烂真真无憾字啊 有很多你时以为常 你说的大技 其实都无憾字啊 这种例子 大技有很多耶 好比你说一个人很散的 这个散啊 那不是这个字 当然不是啊 这是旧的啊 而且这样旧高地啊 大技就开起了 怎么说呢 这个字大技黏素 不是黏散啊 家室有人跟你说 这个字两个阴都会黏字的 这个人就不是真会说大技的啊 不然大技在说一个人 散瘦散瘦 你是要怎么骗的 你敢要什么瘦瘦瘦瘦的啊 那真正要照这些老师的工范 这样处理 结果就是大技散瘦 这个书就没起了嘛 为了顾全一些老师的面子 大技就让习生起了嘛 大我小我要分清楚啊 说到这里我们顺率来介绍 这个字啊 现代中文都用这个字 在当第一人称嘛 古早时呢 古文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第一人称 我们先撇除必人在下这一类的 文学性代称 不要说哦 古文的第一人称还是有分位格哦 古汉语的第一人称是一个很庞大的研究课题哦 我在这里留重点来说就好了哦 要了解古文的第一人称 一定要去研究庄子奇物论的这句话 无丧我 古文真正的第一人称是无啊 不是我啊 可能有人去看到诗经里面用了很多个我 你或许认为周潮是很古老的年代 但是以文字发展来讲 周潮把这个我这样用 是非常新潮的新用法 在商朝时 这个我只用在商朝 这个大个体的第一人称啊 是用在抽象的复数 不是用在个人 而庄子这句话 才是正古典的用法 这个我代表的是一个抽象不可言喻的我 所以无放在竹阁 我放在兵阁啊 不会倒过来的 今者无丧我 这句话真正不容易翻译啊 最不打扰原意的简单翻译是说 此刻我不再是我了 至于是什么境界 你们得去看上下文啊 台记的汉话是现成的词汇啊 少了演化变数 所以对应汉字是非常严谨的 只要这个汉字 它本身没走前去 我们都听好先为它的孕母来对照 我们刚才介绍过的这个汉字是本属的属 这是厚属的属 这是老属的属 这汉字是三属的属 台记在说一个人很散的 这个散没这个汉字啊 有很多台记真的没汉字啊 那有字就是有字 再两屁的字台记都有啊 好比说台记在说的一条啊 这个了 全台湾谁看过这个字啊 这个字字本是在形容屋内狭长的格局 在这个古文也拿来形容山茂峡谷 台记可以说一条啊 小小条啊 也可以说一条很大条啊 台记有去用到很多这款汉字的冷门字 但是这些冷门字在在汉记口语不一定应该对哦 啊记人口语没在用 啊这些汉字是怎么走出来呢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因为古早时的书写成本很高啊 所以不同状况就有不同的字 那我用一个字就能代表千言万语 到后来书写成本降低了 我可以用形容词 用副词 甚至副词子句来描述啊 所以到这来 这些字 不管中文还是台记都用不到啊 这样的书写习惯是一直到了唐宋以后才开始正式消失啊 尤其是到唐朝开始流行圆白体啊 圆枕跟白居意都习惯把文字写得很浅白啊 所以这些两辟字就没人在用啊 台记不管吸收了多少汉语词汇 主本就是不同语言啊 所以有很多字是对无汉字的 若是去照字来下 就难免的重担 有当时是找不到字 不知道错在哪里 就这样闻音白音这样黑白改遍 撇开在聚首词尾那个声调稍微改变的例子 别说啊 台记一个字会念无缘音 主要有三款的情形 第一种就是我们介绍过的在不同领域 不同面向不同次元的时候啊 为这还延伸出第二种 就是当词性变化的时候啊 好比说语词这个语词 如果不当副词要作动词的时候 就念作下降到下班啊 第三种就是我们在说的文音嘛 文音是怎样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维基百科下的定义 文音是名语去吸收各朝官话而跑出来的音啊 这短短一句话带出两个很重要的讯息啊 第一就是文音不是真台记啊 都会用文音去念嘛 好比说别中 中横 只要是新加入的词汇都念中 那是主本的词汇就念中 新中 那些是参中 同一个发音的 新词汇就会作为中 主本的词汇就会作为西中 所以文音不会没事出现在口语白话啊 文音的文法规则 我们之前有很多词都有介绍过 甚至说有的文音还交战雀草 把这台记的白音都吃起啊 文音、白音齐来有字 有的比较古老的文音 也是那个时代的新词汇啊 因为台记自本都不是漢字啊 所以念文法逻辑都不一样啊 我说的是整套的逻辑都不一样哦 好比说英文的 I want you I need you and I love you 啊台记呢 现在台记在说叫爱 都说这字嘛 我爱你嘛 我爱睡嘛 啊这个东西你要爱吗 你说多少字 同样是这个字啊 台记的爱 这字就动三字啊 是动词也是介绍词啊 你不要跟我说这是漢字的文法哦 全世界任何一个语言的want 都是重点动词啊 台记如果真正是汉语的方言 没差这么多啦 台记这个want 还不然这样哦 台记问你说这个东西要爱吗 还有另外一个公款 是说这个东西要爱吗 差在打 爱这个字范围广 而且抽象 啊爱呢 爱是具体务实 而且常常是有价的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要爱 我就会给你问说 啊你要帝我多少呢 你要付钱呢 加苏这个帝 你欧白乱瞎喊字 这个字赶就没了 我更糟的是 因为大家不想瞎这个字 就集体装傻 假装台记没这句话 台记就渗渗失团了 啊究竟这是哪一字呢 喊记没这个字啊 喊记甚至连这个文法都没有啊 台记跟喊记比起来 整个格局都丰富立体太多了 那不只是音节跟音调的灵巧 尤其是这个字 它不但是want 同时还隐含了价值评估 这个字赶这个文法 根本就不是汉语的 台记确实是高级啊 而且是比汉记还古老很多的高级啊 那大脚穿不进小鞋子嘛 所以台记一定有很多字 是在那汉字里面找不到的嘛 但书写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那前提是要先了解为什么会没有字嘛 这样有字就有字 如果真的没字 我们也知道这是用照的 这样全移出来的书写方案 才不会造成文字的混淆啊 那这个字有一个音译都很接近的字 可以照来用 就是这个地方的字 当然 字和字是不同音 当然也不同字 那古不理中也只好照这个字来下 这就是我刚才在说的 照字也只好去念不对的音嘛 台记有很多关键词汇都不是汉语 这也是为什么要先寻根 把台语的组源先找出来啊 要先面对问题的真相才能解决问题嘛 台记之所以看起来这么像汉语 因为历史缘故也因为缘分 所以台记吸收很多汉调的东西的开放性词汇啊 所以不才会说台记去保留了很多古汉音就是这样来的啊 但是台记的这个古汉音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哦 所谓的古汉语就是汉朝的关话嘛 那我以下朝的雅言开始说哦 大语它是古越人啊 它说出来雅言是一个Q嘛 到汉朝刘邦 它是楚国人啊 楚国的语言跟越国的语言差多少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腔调一直被嘲笑啊 所以汉调的关话说穿了 就是楚国腔调的雅言啊 嘿就是被嘲笑到死的楚国腔调哦 你想象有一些幸存下来周天子的后代 他们那天龙国的人绝对自己贴的啦 哈你用台湾国语教中文哦 嘿就是这样给你嫌弃啊 而台语留下来的所谓古汉音 就是这个带着楚国腔调被嫌弃的下朝雅言啊 然后再带着古粤语跟古名语的腔调再念一遍啊 啊这个雅言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再进入了唐宋 所以台语这个古汉音置换了不少唐宋的中古音啊 所以到家来所谓的下朝雅音 基本上就是天边一朵云啊 消失无踪啦 所以是怎样用台语去念诗经会哩哩哩哩哩啊 但是现在在台湾是中文非常强势的环境啊 所以有很多台语的诗语你不得不迁就中文而只好故意写错啊 有很多台语的诗语已经再也回不去了啊 下来找机会陆续讨论啊 但是要找台语的诗语 那么一定要去找古文 大部分的古文都是照着官话的逻辑在书写的 台语从来不是任何朝代的官话 一般口语词汇根本不会出现在古文里啊 更何况西汉之前都是逐渐耶 这样你是对得到几个台语汉字啊 台语开始吸收了非常多的汉语词汇 而且非常有可能会出现在字典里 可但不一定会有应用的古文啊 最好的活字典是现在还活着的长辈啊 家属你如果在疑问啊 有外来的词汇怎么会丢队到这个程度啊 那我现在举个例子啊 你看这句话 那你的寒豆禄先给它打好尽门啊 你先百语出去才多万一来 请问一下哦 这句话你敢有材料全部用台语来说啊 当然寒豆禄到百语都是一文的外来语 咱尖叫星座日文官哦 你如果要用台语来说 就越说越乖叫嘛 要有哦 你要叫人留担保的阿蘇比的空间 你是要怎么用台语来说呢 对 台语如果要翻译 你就并做要说会把两担保出来 那这样就并做是换个说法 而不是把词汇换回来嘛 语这上阿蘇比这个语在台语 并做是无可取代啊 所谓的吸收未来词汇 你吸收的不单只是词汇哦 还有很多是包含新的想法 跟新的概念 明月语跟韩语 当初被汉化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日据时代到这里 也才半个多世纪呢 这些词汇就丢队到这个程度啊 汉化到今天是两千多年耶 加苏日据时代是发生在两千年前 咱说不定也会在说文节字里面去找 阿蘇比是要怎么下来 当初我六音乐到这时时 一个访客留言在清告 台语在说的死是我 是谁都一字耶 告有报告你这四秀仔也就算了 网路还传四秀仔 你用常人的理性判断 你真心觉得是这个字吗 然后你看他扯多远 你们按暂停 你们慢慢看 你们自己看啊 这真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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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最高级之后 最华丽的 好人 更荒谬的是 居然有人相信 台语在说的 死是我 就是这个字 从大鱼 大肉 到小鸟在吃的 尝得到滋味的 都可以用这个字啊 那真正要说 很高级的美食 你就加一个字嘛 真羞啊 就因为 死是我 是在说零嘴嘛 所以加一个鸭嘛 人生这么多汁 你们这样看下来 台语是明月与汉化过来 台语从来不是任何朝代的官话 这才说是 小学一年级程度的尝试啊 这一路以来 留言给我干掉的 我相信他在留言之前 是连骑马的 求证的动作都没做啊 三皇五帝 乃至夏商周 都是古月一脉相承下来的 这就算 不要说是常识啊 也是学术界 定锤很久的答案啊 不但有考古证据 甚至我引用的古文 也都是证实啊 而台语至今 还保留非常多的 南岛语元素 在做这个研究的人 大有人在 那警察是你不知道而已 在留言 跟我糟蹋的人 他本身有心情了解过 我相信是没了 那现在 DNA最新的考古证据出来啊 星石器时代的百岳族 跟南岛语族 根本就同一座人啊 你若有相反的证据 欢迎提出来 家室你只要留言 用路的 那不好意思 数我不奉陪哦 我们现在在说的 台语的组成元素 包含大量吸收进来的 古汉语词汇 要像深色 这样 用汉化以后的汉字去念的 要用族本的母语概念 才去汉字里面 找字出来导的 要像肉跟人 要还有台语的第一人称 是永远也盖不掉的 古南岛语 这 都要导导的 才介绍给你们知道啊 有什么值得的 有很多的 我都会先赶紧 你来帮助 你再来帮助 我都会 一路的 我都会 你 你 我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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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